忙了一辈子 什么才是你的呢 我们一起来听 人生在世 如同草木一秋 过着过着 不知哪天就消失了 活着活着 不知何时就闭眼了 累了一辈子 忙了一辈子 究竟什么才是你的呢 金钱是你的吗 不是 人走以后 钱成废纸 既带不走 也用不上 再多的钱 留给了子孙 再喜欢钱 也不能随身 钱只是活着的用品而已 房子是你的吗 不是 百年之后 房称摆设 不能随你入土 不能带进天堂 就是一砖一瓦 冰冰凉凉 就是一座一间 空空荡荡 只能留给后人 你再也用不上 车子是你的吗 不是 命终结后 车程物件 你没机会再开 也没办法再做 即使再昂贵 再豪华 也不过是非同烂铁 爱人是你的吗 不是 若无碍 夫妻会分散 若变心 爱人 成路人 所以不能保证现在的爱人能一直相依相随 即使摆脱到老 最后也不能陪你共赴皇权 子女是你的吗 不是 子女只是借助你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 体验为人乐趣 长大后就会各自成家 成家后就要独立生活 不能常伴你身旁 人这一辈子 真正属于自己的 其实只有两样 一样是身体 一样是心情 活着的时候身体出力 人走了以后身体成灰 从出生到死去 只有身体对自己不离不弃 从开始到最后 只有心情让自己轻松开心 身体如宝要护好 心情如金要爱惜 人这一生中辛辛苦苦地干 七早贪黑的忙 累了一辈子腰酸背痛 忙了一辈子落下毛病 年轻时不注重身体健康 拿着身体赚钱 透支身体健康 最后健康没了 身体垮了 赚了的钱都拿来看病买药了 人活着 钱多钱少 身体健康就好 是富是穷 心情愉悦就行 不要为了钱财累坏身体 不要为了所事影响心情 少一点死撑硬扛 多休息 少一点斤斤计较 放宽心 只有心情好 才不会生病 只有身体好 才能留住命 人生短暂 事事无常 过一天就少一天 活一天就赚一天 钱财多少没什么 事成事败 无所谓 健健康康无病 就是宝物 开开心心无仇 就是好福 平平安安无灾 就是财富 不良的宝物 搞的宝物 死祥 或许多 能阻属 太阳 滚了 证温 太阳 不及了 没 放荒